北疆 北疆看风景 南疆看风情 穿越沙漠 绿洲 拥抱天山美景 探访千年踏实古城 火车夜间行驶 早上抵达 给您路上邮轮班舒适体验 增加游玩时间 让旅程更加轻松丰富 新日幸福号快车 新疆全缆十五日限量发售中 02 2506 0699 永亲国际旅行社 阿公 我回来了 肚子好饿哦 那个粽子刚煮好啊 赶快过来吃啊 太好了 阿公 家里怎么没有人 爸爸妈妈呢 他们说啊 为了要多吃一点粽子 出门去运动了 那弟弟呢 哎哟 弟弟跟同学 报名龙洲比赛 一大早就出去了 来 吃完粽子再吃水果 等一下我们去帮弟弟加油啊 还有啊 阿公今年在好物市集 买了好多粽子 你到时候再带一点回去吃啊 真的假的 阿公最好了 陪伴你生活每一个时刻 好物市集 祝您端午团聚 一家平安又顺心 00919 群以台湾精选高席 精选高席龙头股 存股足首选00919 首次配席每单位0.54元 6月15日前买进 即可参与首次配席 想要领高席 现在就卡位00919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9.5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今天我们现场 有李盛杰来到 听众朋友在表演版上面 讲说李盛杰 我们今天来一个帅哥 来我们节目现场 外资帅哥 等一下请他来告诉我们大家 最新 他们准备要 这个告诉大家的事情 那在我们谈 今天主题之前 先跟大家讲一个新闻 就立法院通过了这个证券交易税的条例的修正案 我知道这其实券商争权多年了 就是希望说呢 全证避险的交易税 这个千分之三嘛 他希望说能降到零嘛 结果最后呢 大家折冲折冲 是降到千分之一了 实行五年 那这个总统令已经公布了 那这个千分之一呢 当然就有利于券商在全证上面的造势 相关的避险 大家知道券商呢 不管是认购全证 认售全证发行出来 他们一定要做避险 认购嘛 你一定要去买进相对的部位 多头部位 认售嘛 你一定要去空一定的股票嘛 不然的话 那个股价一路涨 或者一路跌下去 那券商怎么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嘛 所以呢 他们一定要去造势 要做避险 所以这个避险成本下降 当然有助于他们造势 跟避险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新闻 先跟大家提一下 那在访问我们今天来宾之前呢 要先跟各位来讲 我们这集要谈的内容是跟全证相关的 所以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要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说全证是高杠杆的投资商品 大家都知道全证的杠杆相对是高的 所以有机会呢 您会在短期间呢 获得极高报酬 或是呢 蒙受权利金的损失 所以购买前 你应该要先了解相关风险 跟详阅公开说明书 那我们这集的来宾啊 是香港商卖格里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证券分公司 那许可证的字号呢 是107金管证分至第0314号 你看扣完整了吧 我们今天很慎重的 要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啊 我们的来宾呢 是港商卖格里的 台湾全政部门的副总经理 黄胜杰 胜杰你好 木华大哥好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 以及YouTube直播上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这个观众要看一下帅哥 大家说这些很像李胜杰 刚好名字是同名 但这个名字其实也带来很多的好处 包含就是一见面 包含阮大哥马上就想到 李胜杰这个歌手 不是我想到 是那个留言板上 其实大家就突然觉得很亲切 所以对于我们在介绍 全政的这个商品上面来讲 其实也相对容易可以跟大家拉近 那像刚刚阮大哥提到 就是说在全政避险降税 已经确定要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对我们发行商而言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其实我们争取这件事情 已经争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每一年券商工会都在提这个事 对对对对对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其实全政就是一个金融工具 对 它可能跟股票不同 但全政它你如果懂得 善用这个工具的时候 其实它是可以达到 很好的一个投资的效果 对对 那尤其是其实 其实就我们港商麦格里来讲的话 我们在全政市场已经经营了30年以上的时间 在全球的各个市场上面 那包含 我知道你们在台湾很积极发全政 是当然就包含就是说 因为我们从2018年进到台湾市场 我们又是第一家外资券商进到台湾来做全政的发行商 对很积极 我每一次去券商工会 就会看到麦格里 你们来 其实你们很积极 在参与这个工会的事情 对当然那也包含就是 我们也希望这个全政的交易的各个的 不管是规则啦 或者是法规 可以越来越健全 那其实都会帮助到 不管是发行商或者是投资人 因为投资人最诟病的一件事情是 或许他运用全政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可能他怕他的成本会比较高 是 对那这个避险降税实施之后 其实就有助于投资人 他可能可以得到一些好处 为什么 因为券商他在做避险的过程里面 他的成本降低了 那你也知道 这个不是一个寡占的市场 所以当大家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大家成本降低 他一定就会把这个力来放给投资人 好 等于说这个大家语录均沾就对了 对当然 那这个其实全政在香港叫涡轮嘛 对 涡轮 涡轮其实是英文就是这个全政的意思 那香港人就把他直接叫做涡轮 那麦格里港商在香港 其实已经发行全政做了很多年了 对我们在1997年 其实就已经在香港有全政的发行 你们的这个全政经验非常的丰富 当然 那你们觉得台湾全政市场呢 其实台湾全政市场是一个很相对特殊的市场 怎么说 为什么说相对特殊的市场 是因为台湾全政一开始在发行的时候的规则 跟现在其实是不一样 一开始是用所谓股票IPO的方式 我不知道阮大哥记不记得 不记得 20几年前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全政就是用IPO抽签 抽到好像感觉就已经要赚了这样子 那时候大家搞不清楚什么美式全政 欧式全政 对对对 但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不理解是 全政其实它是一个金融工具 是 它毕竟就是一个权力交换的概念 所以在操作全政其实我们常常 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我们在举办很多的说明会的过程 那我们会去教育投资人说 你要记得它是一个金融工具 对 它并不是一个像股票一样 你买下去就一直摆着 它就会获利的东西 不是 它是你有很明确 看知道 接下来有这个行情 有这个趋势 那你可以运用的工具来去获利 那当然全政有它的好处 也就是说 你用比较小的金额 你就可以来交易 那或者是说 有些投资人他可能在特定的时段 他看空市场 但他却不想要冒很大的风险去放空 这个时候他也可以用认售全政来做交易 这也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再来就是 当你看到特定事件的时候 譬如说最近这段时间 以这个NVIDIA的这个旋风来看的话 当你看好这个股票 但是你不想要花那么多的钱 去买这个个股 那你也可以运用全政来投入 而且他又有所谓的杠杆效果 对 那全政当然最大的损失 就是权利金全部赔完 对 这个是风险有限 因为你就说权利金全部没有 但是呢 你的利润是真的是无限 比如说刚刚讲到这一波 像今年 伪创的认购全政 对不对 技嘉的认购全政 广达的认购全政 哇广达今天的市值已经超过中信金了 大家广达收盘是涨了六块半 涨幅5.5%来到125块 它的市值来到4828亿 超越这个中信金的市值4817亿 广达市值超越中信金 那这一波的这些电子五哥 或者说相关的伺服器概念的认购全政 全部都是 那个真的不知道多少倍 对 它的幅度会非常的惊人 所以我才会说 其实在运用全政的过程当中 其实要去理解这个工具 你到底该怎么样去运用 也就是说 以全政的投资来讲 我们都会建议投资人 是以一个所谓的短期或者是中期的持有 而不是一个长期的持有 那再来就是全政它的特性上面来讲 它又会有所谓的时间价值减损的速度的差异 也就是说 当这一个全政它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对 长天期的 对 它的长天期 它的时间价值减损的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 那如果比较短天期 它的时间价值减损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可是相对而言是 如果你已经很明确知道 这一波 譬如说未来两个礼拜它就是会狂飙 对 那你一定要去买短天期 为什么 因为这个短天期它的杠杆比例就会更高 对 所以你就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效果 所以其实在运用的过程当中 还是可以多理解 那当然坊间也很多的 包含教学 或者是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 也做了很多的运用的教学 这也都 投资人都可以来来做一些参考 那麦格里来台湾 这个等于说是外资券商嘛 对不对 那跟本土券商发权证 我们一定有我们的逆取 对不对 我相信麦格里一定要做一些自己的逆取的权证出来 那其实我们留言板上的听众朋友马上都有回馈 说麦格里的权证报价不错 他马上就马上这个 这个不是Sakura 不是因为你还是Sakura 是真的有人这样回馈说麦格里权证报价好 可见你们在造势上面 在报价上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权证发行商有好多责任嘛 对不对 在造势上面 我们的铺单 我们铺的单够不够亮 然后我们的买卖价差的部分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引波的部分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看一档权证 或者是看一个造势商 他优不优质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标准 对不对 那已经有人说你们的报价不错了 当然当然 就是其实在权证造势的这件事情上面 很重要的是 你到底能不能做好一个铺单 所以其实在主要的包含指数权证上面 尤其是我们比较诉求在指数权证上面的一些操作上面 其实我们的铺单 你可以看到我们几乎都可以做到 998的铺单 也就是一般券商可能是做499 但我们的也是两倍的满额铺单 那这个铺单量对投资人而言 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基点 在于说你不管买进或要卖出 你就相对会比较容易 好 其实今天圣洁来 是要来介绍麦格里最新的 美国指数的权证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我们放到下一段 好好让圣洁来介绍 麦格里所专精的know how在哪里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北极全球精英55ETF请 那个威廉L 不一定啊 我讲电子五哥的时候 你去看看伪创那时候才几块 那时候我在专门在讲那个电子五哥专题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太注意了没有关系 那时候广达股价还不贵一百啊 伪创还不到五十啊 他们现在都在创新高哦 所以不见得 因为市场不会是一个人可以操控的 我知道您很厉害了 但是呢基本上一个人的主观的观念 不可能去影响到市场的全面的这个宏观的环境 尤其是在股票上太主观 我都不认为真的能赚到大钱 那卖隔离 真正在市场的区隔上 要跟本土券商竞争的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力气呢 其实主要我觉得会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在产品的引进上面 因为等一下会提到就是 我们这一次会把海外的这些指数的权证带进来 因为现在市场上就没有人发嘛 对 那这件事情就相对于国内投资人能够得到的产品 其实就相对是比较有力 那第二个部分还是在于说 在我们有把握的一些产品 我能够做好避险的前提之下 我会去放一个相对好的量 让投资人方便操作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对你们的造势 对对对 就是造势的部分 因为对于大家操作权证 最期待的就是说 你的造势相对要稳定一点 我刚刚看到你们 那个纳指的内档权证的铺单量很够 对我们 譬如说以海外的这几档 一定都是铺998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 这个就会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诉求 对因为量一定要铺够 对对投资人来讲 他才会方便进出 没错没错 那我们等一下下面一段 就专门来讲这个 美股指数全称的部分 好我先切回节目现场 代号00921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时时刻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很高兴 请到港商麦格里的 在台湾全镇部门的副总经理 黄胜杰黄副总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介绍麦格里 在全镇上面的know how 我知道麦格里 其实在全镇造势上面 做得非常积极 而且非常积极的 在参与台湾全镇市场 因为过去我参加一些 券商工会的活动的时候 都会碰到麦格里的人 我觉得麦格里真的很积极 不是只有台湾本土券商 在发全镇 大家知道 其实外资券商也有在发全镇 像麦格里就是发了非常多的 而且造势造的我个人是觉得相当不错 那请教圣洁 就是说麦格里这一次 最新推出的就是 美股指数的全镇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是你们的逆区 跟盆土券商最大的区隔 对对对 我们这一次一次发了 三个美股指数的全镇 那分别就是 纳斯达克100 然后还有标普500 那以及刀 Jones 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三大指数 那这三个指数的全镇 其实最重要的跟其他的工具的差别 其实还是在于说 我们是直接连接到海外的这个指数 因为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最希望做到的就是 他在投资的过程 不要再有任何的所谓的价差的产生 也就是我既然都已经运用全镇这个工具来做投资了 那我希望我就可以达到直接连接的一个概念 而不是一个间接 比如说可能他又连接到 比如说ETF或者是基金 或者是其他的工具 然后才连接到指数 那这个时候他中间就会产生一些过程里面的一些 不管是价差 不管是所谓的管理费的产生 或者是所谓的追踪误差等等的这些 不需要产生的一些情形 那投资人怎么样运用 你们最新发展的这个美股指数的权证呢 去做美股的美股的这个多空的研判呢 其实很简单的方法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在做所谓美股权证的过程当中 你就是跟一般你在买台股的股票 或者是台股的权证是一模一样 你就只要用你的台湾的证券户 你就可以去交易 所以你不用去换美金 你也不用想说还要再去开什么付委托啊 等等这些很复杂的手续 那当然另外一个是你必须要去观察 刚刚有提到就是权证 它是一个权力型的工具 所以它并不适合你做所谓的长期 只有半年一年 但是呢你在操作之前 你可能一定会有一个想象 譬如说最近AI的热潮 那以权证来看的话 如果你可以看到我有提供一个图表 在过去的几周 其实纳斯达克也因为这个AI的热潮 涨了一段 对 那以权证来讲 譬如说我们的纳斯麦正29-01来看的话 在过去的四周 其实你可以看到其中的三周 当指数往上涨的过程里面 它就有创造出它所谓的杆杆比例 产生出来的效果 我们现在画面上有这个图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各位有看直播的话 你可以看到 盛杰提供出来的这个表格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在最近的这一周 5月26号到6月2号 其实指数是涨了3.9个percent 但以权证本身来看的话 它涨了53.43个percent 那当然因为以这一档权证来看的话 它最新的这一个杆杆比例是11.1 所以它能够创造出一定的幅度 对 但其实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刚刚我就一直不断的提到 它毕竟就是一个所谓的权力型的工具 所以投资人其实只要懂得善用这个工具 然后呢做好所谓的停损跟停利 对对那其实你在权证的操作上面 就比较容易能够获利 那你要怎么样去做好停损停利 你要怎么样去看趋势 其实有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 就是多听news98 多听阮木华大哥的节目 那另外一个 当然你可以上我们麦格里的全证网 对我们麦格里全证网 直接打麦格里 对直接打麦格里搜寻 你就可以找得到 那上到我们的全证网上去之后 其实我们包含还有所谓的指数专区 对在专区里面呢 我们还提供了包含所谓的这个技术分析的高手指标 他会告诉你说现在什么样的趋势是看多 什么样趋势看空 那哪一种指标现在告诉你要买进 哪一种指标告诉你要卖出 那你就可以运用类似的工具 或者是可以上我们YouTube的频道 每个礼拜也都会拍影片来跟投资人分享 您个人吗 对当然我也会在影片当中 但不会是每一个星期 因为我们有几个同事轮流来一起做 那你们的YouTube影片是要搜寻什么麦格里 对当然麦格里 你只要搜寻麦格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YouTube影片 所以基本上其实买麦格里的这个美股的这个指数的权证 其实跟一般的权证买法是一样的啦 对对对 比如说你最新的你最新你们最新发行的三档 其中一档是03 08 EF嘛 对 他的代号就是那那啥个指数的应该这个应该是认购权证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叫做纳指麦证29够02 我刚看了一下这个礼拜已经9%报酬了 是 这个礼拜 对对对 因为其实应该是这个月啦 这个月六月六月到现在目前9%的报酬 对其实他在权证上面 其实尤其是这个海外指数权证 其实有多一点要提醒投资人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交易就是在台股的盘中 有交易的时段我们交易 那但是呢指数美国他可能晚上他会有更多的波动 对啊对啊 所以有时候隔周 譬如说你预期这个礼拜五晚上 对可能会有大波动的时候 对 有时候反而你应该可以在礼拜五 收盘前 收盘前赶快买入我们的权证 为什么 因为他晚上只要有大波动 礼拜一你马上就能够创造出你预期的效果 OK 对所以这个也是用权证操作的其中的一个小PayPal来提供投资 就是跨周末的时候 其实那个这个等于说认购认售的这个效果会更好 不过因为你们三档都是认购吗 对不对 我们认购认售都有 认购认售 对认购认售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现在目前的这几档商品 OK 第一档我们刚讲过0308EF嘛 对不对 对对对 这档是认购的 另外呢 有一档 道琼的认购认 道琼的 这档也是够的 对不对 道琼这档是认购的 这档是认购的 对对对对 03606Q 对 030 03036Q这档 那道琼的认购权证 对 我现在在图表上面有秀出来 就是我们现阶段推荐的 不管是认购或者是认购的几档 我们新推出的这个海外指数权证 那比如说以纳斯达克100来讲的话 03081F 这个就是刚刚阮大哥有提到的 这一个纳指卖证29-02的这一档 那刚刚另外还有一个其实是近期我们在 整个买卖单也比较稍微多一点点的 是我们的标普指卖证29-04的这一个认购权证 对那这个认购权证 他是属于一个比较远价外的 但因为他现在的单价非常低 所以也有一些投资人 看空的投资人觉得如果未来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行情 也有一些人会做类似的布局 等于说买保险或是买热透的观念 对但当然这个操作就要很注意 因为他相对远价外 所以如果行情不如预期 那可能你就比较不容易可以达到你想的效果 所以前提还是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说你不能跟你在玩股票一样 买了你就想说我就抱着 对筹资权证最重要的还是你要看清楚趋势 用好的工具 所以一定要判断好你要的行情 不管是做多或者是做空 然后来做好你想要做的一个方向 你们现在美股的指数权证总共有几档 我们现在美股的指数权证总共会有11档 总共有11档 对总共有11档 认购认售都有 认购认售都有 而且我们预期还会继续一直发行下去 所以等于说在指数权证上面的一个发展 在未来我们也会持续不断地增加